大陸跟南韓最新一轮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在昨天结束了 两方已经交换商品关税减让表 就产品的开放程度进行磋商 并且讨论协定文字草案 双方可以说是再跨一大步了 反观台湾福茂现在仍然卡在立法院 台湾因为经济合作协议获得的红利 眼看是恐怕面临丧失的危机